您好 我是陈海英 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而首先呢 第一个故事我们带您看的是 不知道您晓不晓得台湾最大的梅子产地在哪里呢 答案在南投县的信义乡 信义乡的海拔高而且温差大 非常适合梅子生长 而早年生产的青梅几乎全部都外销到日本 后来日本市场被大陆抢走之后 台湾梅子的价格就一落千丈 很多梅农都纷纷砍树 改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高山蔬菜 这让从小在梅树底下长大的梅农女儿王桂香 相当的舍不得 拜托大家可不可以不要砍梅树 而且呢 拿出了市场的两倍价格收购梅子 还学习传统的酿梅技术 这不添加任何化学添加物 只用糖跟盐做出来的梅子 获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现在带您到信义乡 来看看这梅子结石雷雷的壮观画面 5月初的南投信义乡 时雨时晴 阳光偶尔躲在云端背后 要偶尔出其不意地打上一盏十八类 宣告梅雨季开跑 梅子正式胜残期 小山猫穿梭在海划过的梅树林中 得不时注意头顶才不会被树枝打到 梅子达人王桂香趁着烟梅子的空档 到器座的梅子园内看看采收进度 看到雨下下听听 担心青梅踩不完在树上过手 王桂香干脆卷起袖子动手帮忙 年过半百伸手不输小人 梅子看似天生天养 带娇气 早期农家采收都是用竹杆敲打 但毕竟新鲜生嫩 太过粗鲁容易破相 坏了卖相 现在走精致加工路线 手工栽材得要细心温柔 用心呵护 它这个吃水分吃到八百 对它不能太粗糯了 要温柔一点 今年初梅树开花时天空作美 三月中旬开始节食累累 阳光映射下青梅在树上熨染翠绿光泽 就像是一串串绿色珍珠吸引目光 是二十年来罕见的大丰收 但因为跟农民弃作保证收购 让王桂香大伤脑筋 睡不着 梅子坐得那么多 坐得都没汤得好 在工厂都没得顿了 多了 真的是多了太多了 离开山坡果园 台二十一线心中横旁的加工厂 刚刚采收的梅子 仿佛到了儿童乐园的游乐器材班 进入牛滑梯去枝解液 脱滚乐做清洗 天旋地转分大小 尔根肉用粗盐做按摩 杀青取苦涩 然后一层盐巴一层梅子 腌制一个星期 就可以进到日赛场做日光浴 温室日赛场 防尘防瘾包得密不透风 如果是艳阳天 待上十分钟就会全身湿透 这是卫生第一的基本要求 这边工作出气就好像吹的剂一样 真的 晒的眼里 它也是会让它说 有一股晒出来的梅香 把水分 晒掉 然后把梅香拉出来 梅子的香味很好 你今天闻的是这一个香味 然后它晒一天两天的味道又不一样 梅子你真的进来你就想流口水 晒个三天脱掉咸咸的水分之后 再回锅储存桶加入天然砂糖继续研制 研制最少还六个月以上 像这一样六个月以上 吃它口感就很好吃 王贵湘的先生杨庆龙慕娜寡言 从小家里种梅树 吃的梅子比糖果还多 坚持好滋味 不可以吃饱 一定要用良心换取 用时间发酵酝酿 用时间发酵酿 哇 这看起来好了耶 可以吃吗 你吃看看 可以吃饱了吗 因为这个要再放六边的糖水 第一边因为这个没有防腐剂嘛 所以说第一边的盐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慢慢的加糖 去把它退酸和咸 要拿几次 可能差不多要加十遍 所以这已经换几次了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五六次 每隔一个星期添加一次砂糖加到第六次 让糖水的浓度从10%慢慢上升到60% 然后换桶重复加糖三到四次 对这个可以吃的 上面写二次糖是什么意思 那是刚才六次的不算 我们全部把糖汁换掉以后的第二次 这不会咸喔 应该是比刚才那个好吃多了 好吃 好吃喔 这个是不咸的 酸度也刚刚好 王桂香的上百瓶工厂里 全是不同制作十层的铜色大桶 阴影散发着不同层次的铺鼻梅香 脆梅要腌三个月 Q梅要一年才可以进到客人的嘴里酸甘丁 坚持遵照传统古法 耗食费工 曾经有人问王桂香 为何不用糖精来腌制 成本低又可以在三个月内速成速卖 我们用四十块的糖 你用两块的糖丹就有了 我们自己就不敢吃 要做给别人吃 这样不行了 因为那个生命是同等的 人十个月出息 我们也十个月出息了 对吧 所以说就薄利多消了 而梅金则要用柴火慢熬七天七夜 经过168小时才能成就 乌黑如镜的养生圣品 《本草纲目》记载 梅子可以安心 止咳止瘦 止痛 止伤寒 繁热 消肿解毒 以现代食疗观点 梅子属于碱性食物 是非常好的养生水果 它就是酸碱平衡 体内酸性太高了 就容易出毛病 信义乡的海拔糕 温差大 非常适合梅子生长 是全台湾最大的青梅产区 1950年到60年代 大量出口到日本赚日币 不过后来 日本市场被中国抢走 青梅发人问津 身价一路溜滑梯 果农为了生计 纷纷砍树改种高山蔬菜 舍不得 因为你种一棵要几十年了 你都种几十年了 想说你种下去 也是要七年才会生的 你看一张枝枯到这样 把它撤掉 看来吃不到 家里也是种梅 从小在梅树下玩耍长大的王桂香 看到种了五六十年的梅树 逐渐消失 心里十分不舍 于是拜托果农们 把老梅树留下来 他愿意用市场的两倍价格 全部收购 唯一的条件是不能使用农药 我们两个夫妻是笑的 哎呦 农民啊 她说我头脑坏了 不会啦 到最后他们会认同 现在也越来越多 我为我们吃拐了 他们也会认同 因为王桂香的奔走 每年年底山上梅花盛开的绝眉景象 才没有完全消失在记忆里 结果采收之前 王桂香还会自掏腰包 请毒物试验所 到果园检验 确认完全无毒才会收购 验浓毒的时候 验浓毒就每一块都要去跑 要去采样 你这样要跑几个过程 不一定呢 几十个吧 几十个啊 那你这样心理箱都跑验了 没有啦 岩慧珠家里的果园 加入无毒栽种器做的第一年 土壤验出之前的农药残留 硬是被王桂香狠心退货 那时候大概有两三万公斤 三万公斤 对 他没有跟他拜托吧 有 但是他的原则就是这样 那时候有没有很生气 是 有一点 因为价格差很多 如果他没收的话 在塞上都会弄 很多人可能真的会放弃了 因为价格真的不好啊 已经砍这么多的美术价格 还不是很好啊 对 所以不能讲他的坏话 砍第三次了啊 一年的话就是要砍四次 今天是比较特别啦 不然我们是都 我们的研工都拌那 很糟糕啦 而王桂香自家的八公顷 没缘不止无毒 更经过有机认证 这个你拿起来就可以吃了啦 这个没有农药的啦 这个放心啦 我们有机的那个 这一次的验的农药 已经验出来了 其实这个是要沾盐巴啦 不过现在没有盐巴 就这样吃啦 不会酸啦 我觉得很酸耶 没有农药 虫会不会特别多 他虫咬一口就不吃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虫你跟我一样怕酸 对 他都把我咬过 然后你看他这个 都把我吃一吃就放了 这一颗已经咬三口了 这一颗 你看他都是黑斑 在树底下就不会啊 树上晒到太阳就会啊 所以你这个无毒也是 也是重认证过的啊 对啊 所以说重吃过的人 应该是可以更安心吧 不过我觉得啦 常常被骂 土地人很多 靠来说 你这个东西 买到没人来的 才拿来给我 其实我们几十枚都这样 这两百岁了 不过梅树下 随处可见过熟的梅子 掉落地上 没有采收 今年的话我也不知道说 量大暴增嘛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就先 维他米油先 先进来 我自己的就海流在后面啦 那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农民过了这么苦的生活 对啊 你看他们只有靠梅子生活 你没有买他的他怎么办 每年收购的大批的梅子 总得想办法销出去 原本只种梅子的王桂香和先生 开始学习酿梅技术 还到日本考察人家对卫生安全的要求 不加任何化学原料 古法酿制的梅子做出名声 还获得优良食品评鉴金牌奖的肯定 去油也会啊 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油 那怎么这么厉害 有时候看书研究的啊 对啊 自己再去摸索一下 工厂门市旁自家经营的餐厅厨房里 王桂香的厨师女婿陈启文 正在做梅子大餐 用梅子和梅酱入菜 滋味多乐酸甜层次感 很受游客的喜爱 梅子鸡最好吃很有味道 鸡肉炸的酥酥脆脆的 然后又梅子又带点酸甜嘛 那种那种感觉很对味啊 梅子的我们刚才有看到梅子 两三下就被我进校长吃掉了 所以后来就找不到梅子 还好我也吃了一个 梅子大餐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用梅子一起煮 然后它也会带出一种酸味是 醋没有办法带到的味道 还不错 梅子很好 它这边梅子我觉得它腌起来 蛮没有色味 而且蛮香的 味道很好 用心的梅子和好吃的梅子大餐 让王桂香成为台湾的梅子女王 也因为她的付出 上万棵老梅树才能在地震台风不断 崎岖破碎的山上继续紧紧抓出土地 让故乡的未来保有绿色生机 不至于全部光秃 当然会继续做 我不会放弃也不会 也不会后悔 也不会后悔 做这好的东西 应该不会后悔 也不会后悔 虽然个人的力量微小 做得并不轻松 王桂香说 只要吃到一口酸甜滋味 所有的辛苦都被酸碱中和 继续期待明年的节食累累 在刚刚我们看到了 王桂香的梅子 替自己跟梅农找到了一条深路 然而她的人生 却充满了心酸泪痕 13岁那年 家里生活条件不好 她的父亲打算带着子女一起自杀 所以王桂香跟她的妹妹 是在睡梦当中被父亲砍伤的 她带着妹妹逃离了家乡 直到长大之后 才有勇气面对这段记忆 后来回到了山上种梅 却接连遇到了三次的台风 土石流 跟921大地震 所有的努力 一遍又一遍的归零再重来 王桂香曾经一度绝望 却没有向命运屈服 如今她终于苦尽甘来 她说呢 她自己就好像梅子一样 经过了时间考验 才有动人的回甘滋味 王桂香自己拍摄的影片里 绽放的梅花 就像矮矮白雪落在树枝上 构成一幅华丽绝美的老天画作 事实上王桂香的人生 也像是她最爱的梅花一样 历经了风霜雨露 才有如今的绽放 小时候家境清苦 就像是电视新闻里的社会故事一样 她13岁那年 父亲在生活压力逼迫之下 决定带着儿女自杀 睡梦中惊醒的王桂香 和两个妹妹 带着血淋淋的伤口 和心中惊悚的刀痕 逃离梅树林旁那个伤心的家 长大后梅子的酸甜记忆 呼唤她回到山上 寻找梅树和自己的重生 你有没有掉下来过 没有 比这个高都还爬上去啊 两楼高我都爬啊 为了梅农的生计 民国76年 王桂香和先生 在山上开工厂酿梅子 拼了7年 好不容易有点成绩 她贷款300万 买下神木村6公顷的梅树林 要扩大有机栽培 没想到老天爷 却开了她大大的玩笑 民国83年盗格台风 新乡惨遭蹂躏 土石流横行 冲毁了王桂香的梅圆住家 也几乎冲毁了她的斗志 这是好盗格好佛都有冲着 民族里也有冲着 就拼拼了 好像是民族拼了 拼了之后 拆了之后 整个梅都把我拼了之后 回到半山腰上的老家 还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痕跡 这比较硬的 比较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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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硬的硬 比较硬的硬 这拌在硬的硬 也是比较硬的 比较硬是比较硬的 比较硬是比较硬的 不过那时候也是有放加工的 我是睡这间 那时候哪有一个梅 所有的那个加工品 穿在外面外出的 土都在这里 这个意思里面的土 你看那些都要掉下去了 那千多万 農会就六百万 民间的肥子 到处千多万 现在想到还会哭 有点忧郁症 我如果是说 太太 是很想说 大灾难一夕之间毁了家园 掏空了酿梅的红桶子 王慧香几乎走不下去 还好辞济正言师傅紧握的手 给了他走下去的力量 全天飞到这里 那路都不通 走起来 要他照料 那师兄这样跟我们说 我自己就感到很辛苦 也感到很抱歉 就想说 我们这些没路用 这些年轻 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过没有几天 我就跟那先生说 回来偷青青的再做 不过故事没这么简单结束 接下来的赫薄台风 九二一地震 逃之台风 王慧香每一次都没逃过 命运之神的戏弄 那是围里一样 那个围墙一样的 土石流他就这样冲下去了 冲下去了 那时候不是无关拌 是没钱拌 他这两年两年再冲一次 那个慈激的师兄说 你去造钱也要给他拌走 他也曾经怨恨老天 绝望到想要放弃 但每一次想起正言师傅 一步双手的坚定力量 王慧香就擦干泪水 继续拼下去 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其他的眉浓 你听起来你真的像眉浓 那两个开花 我应该改名叫王慧香 其实我们想想你这样 爱玩也没效 你爱玩不一定人看你没了 我感觉你如果不如 做得比较认真 应该是 我知道我们小时候 过得很辛苦 也是这样过 一路也是这样撑过来 像是梅花越冷越美 也像是亲手采收腌制的梅子 经过时间岁月的沉淀 才能将酸色化为回甘的甜美 酸甜苦辣是跟我的人生很像 鹹酸苦辣 梅子的那个 鹽巴里就鹹的嘛 原本它是很酸 然后它还没做的时候 是又苦又涩的 那是最后是 对 对 对 以前是怕的路 搅搅搅搅搅搅搅 不过现在是平坦了 今年的产气接近尾声 在梅园和工厂之间忙碌 在弯弯区区的道路上奔走 路上依然上坡下坡 偶有碎石坑洞 经过这么多人生风景 黄桂香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一路前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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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